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收看 《公民齐齐说》的节目 我们也刚刚开的这个名字 我是张超雄 另外的主持就是 周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和周晴也是第一次拍档 这个节目也在导师中 我和各位观众一起导师 其实我们的节目 希望多谈一些民间社会的事情 很多民间团体有什么动向 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 还有很多民生 关心社会的议题 年青人有没有兴趣呢 其实我估计 这样拍档得 其实我估计 这个概念就是 希望年青人的角度都有 希望透过我自己的经验 又或者是一些年青人的角度 不如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虽然很多人都认识你 但是 别这么说 其实我是今年的学员秘书长 但是在参与学生运动之前 其实我在一些基层团体里面 参与基层运动和一些社区组织的工作 所以我自己都是比较关注的 都是一些基层的议题 其实也很像Ferr的老师 好 对了我们的拍档 我现在在理工大学上教书 之前在立法会 现在都是做很多关心民间的东西 今天其实除了我们两位 我们也都有两位嘉宾 我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在我右手边 我们一位嘉宾何宝征 和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何宝征 都是和张先生一齐 他很关心民间社会 我就是民间社会的基层的 司妻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有一个特殊身份 就是我有一个残疾的小孩 我和你一样 我也是有个严重弱志的小朋友 在我左手边 是 何考禅校长 是 何校长就是佛教普光学校的校长 是 是 是 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原因 请你上来 是 是 我也是和张超雄和阿Bogo 都是一个缘分 如果佛教来说 就是结一个缘 这个缘其实都是一样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小孩 我不是家长的身份 我就是一个校长的身份 我们的学校就是一间服务 三百名中兴度智障学生的学校 就是因为今年有一个很不平等的 很有其事性的政策 落实了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又认识张超雄 又认识布布布 现在又认识周晴 周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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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认识到记者招待会 那些记者都来了都没用 因为他不登 是的 是的 被彩主都剪掉了 是的 既然我们民间有的力量 都希望通过网络的力量 多一些年轻人参与我们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齊齊说 当我联听的时候 就没什么机会 齊齊说 我们都是乖学生 好学生 应该是安静守法 说的机会不多 但是现在年轻人 就好像很多说的机会 很多说的机会 但是又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又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年轻人 好像说得就说 是的 有点乱说 有点乱说 但是又好像另一个角度 又有一帮年轻人 他又很有创意地 用他们的方法去关心社会 其实我都很想了解一下 年轻人怎样说法 是的 其实有一些 可能数目不是很大 但是都有一批人 我想周晴是其中一个 是的 都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多一些关心我们社会 周边发生的事 那 Bobo也是 Bobo也是玩的 经常收到他的电邮 哎呀很厉害呀 其实是 我不是玩的 我是很多时候 就是 听得太多 其实不同的家庭 发生很多的问题 是不抵得的 把那些东西 放在脑子里 迫死自己不行的 那把我听回来 我知道的东西 又再骗给你们 我都要你们都要知道 因为我不是在说谎 其实个个个案 都是有血有泪 只是我知道没用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模式 交给你们听我们的故事 好啊 希望大家多些捧牢 我们将社会上 现在发生什么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就是 今天的故事呢 就是有关 智障同学 读书的问题 那 这件事 周晴你都听说 是吧 嗯 你 认识多少 和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的家长 校长在那里 等你访问 其实 我自己 因为我 不是跟障 可能是智障这一方面 就是小社群 他们具体的处境 我不敢说是很熟悉大家的情况 但是譬如看到那个条例 就是我略有所知 就是知道就是那个知座 他们有一个内部的条例 就是令到那些特殊学校 其实他们其实 就是间接就是 其实 令到那些18岁以上的 就是特殊学校的一些 智障的学童 其实他们是 他们的教育的机会 其实是会 就是在这个规律下 其实就变相被人 没有书读 没有书读 基本上就是 智障的同学 去到18岁之后 没有书读 的一个故事 是啊 很赤裸 是啊 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件事其实 就是学校长 都是始作俑者 一路跟着 是啊 其实作为校长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 当然要有个教学理念 但是一般的情形下 都是聚焦在学校的行政 运作层面 嗯 那 教育质例 不是 我们知道有教育质例 但是教育质例 我们都 其实一般来说 都很相信 教育质例 应该就是 就是辅助教育的推行 那其实一路来 所有智障的学生 智障的学生 智障的学校 只是扮到初中 那就是 今年 现在一个 最容易大的议题就是 今年是新高中 334 334 全港学校都做新高中 那就是 包括智障学校 那这个呢 就比智障学校 或者学生 甚至家长 都是有一个 很大的兴奋 那个期望就是说 哇 我们终于智障学生 可以读高中了 有机会读高中了 但是 到今年 真正作为校长 我去处理学生 哪些 升高中的问题 我就发觉 原来一个 后面真是有个 诡计 有个阴谋 在那 这个诡计和阴谋 在那裏呢 就是 原来智障学校的 所谓新高中 教育局是落了 一个很严谨的年龄下 这个年龄限制 这个年龄限制 就是 以前 我们初中的时候 他就说 学生不可以读 超过18岁 那你想想 初中 不超过18岁 我们都觉得 好啦 那你16岁 应该读完初中 那你都说 两年就差 但是呢 他现在 说 今年做新高中了 我们的假设 就是明明你应该 初中学生再加三年的高中上去 是啊 原来他得来的结果 他就说 不是 他要重新计过 重新计过的意思是 那小孩六岁入学 六年小学 然后六年高中 六年中学 三六一十八 所以呢 当然呢 你一定要在18岁之前 读完 那个新高中 新高中 嗯 如果你呢 超过18岁 你不理你读哪一班 当然 你读哪一班 你都没有书读了 嗯 就是因为呢 他那个十二年 那个免费教 十二年的免费教 已经进完责任了 嗯 那我们就很差 就是作为校长 我们都很差 读书 不是应该看 那个学生 他在读哪一级 他跟着 比如中三会升中四 中四不升中五 中五不升中六 应该是这样的 嗯 为什么突然间 为什么会 那个计算会是这样呢 还有呢 回来回来 我们又觉得是厄情 真是 怎样厄情呢 以前你只说 得初中的时候 你又说 学生18岁就要离开 你现在做多 三年新高中 你又说 学生要18岁离开 那是不是厄情 其实学生的教育 没有改善过 我想我们 讲到这里 因为呢 其实有时间要解释 有很多朋友 未必认识 我们特殊教育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里 休息一会 一会儿再解释 争取18岁智长同学 继续读书这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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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